硝烟在晋级斗地之后 在天府联盟后山与灵修衙 灵艳柳青三人喝酒 不久之后就打通了卫面入口 飞升了大千世界 那么你知道 硝烟在晋级斗地之时 他的这些朋友都是什么实力吗 第一位是海伯东 在硝烟去网中州之后 海伯东的戏份就几乎被掐断 一直在跟随着美多莎女王 扩充阎盟的势力 从硝烟去网中州回归阎盟 一共过去六年时间 海伯东也从杜皇巅峰 飙升到了五星斗宗的实力 而此时此刻 距离硝烟成为斗地 还剩下十一年时间 想知道海伯东最终修为 需要进一步推倒 就用云山举例 晋级斗宗之后 三年上升了两颗星 海伯东有严蒙的资源扶持 三年上升四颗星不是问题 越往后面修炼 速度就会越慢 所以海伯东第一个三年是四颗星 第二个三年是两颗星 刚好突破斗孙 第三个三年是一颗星 最后剩下的两年突破一颗星 总共加起来 海伯东在硝烟晋级斗地之时的修为 应该是二星斗宗左右 第二位苏千大长老 在江南学院时候 苏千就对硝烟格外照顾 不仅派人暗中保护硝立 还在硝烟深中魔毒班之后 亲自求见千百二老给硝烟解毒 就算引入心眼被硝烟吞噬炼化 也没有丝毫为难的意思 与硝烟一时一有 苏千大长老刚出场的时候 是二星斗宗实力 硝烟七星斗圣时候 前往江南学院 苏千大长老已经是三星斗宗实力 此时距离硝烟晋级斗地 还剩下五年时间 此时此刻 苏千已经被迦南学院的院长认可 很有可能会进入雷族修炼 五年时间 至少能够上升两颗星 达到五星斗宗的实力 第三位是火家与吴浩 这两人是硝烟在 加南学院上学时候 认识的两位伙伴 帮助硝烟一起建立了盘门 吴浩更是毕业之后 加入了硝满 在黑小学 打下血剑吴浩的名声 五星斗宗 虎家是九星斗宗巅峰 突破斗宗只知可待 十年时间 吴浩与虎家跨越了斗陵到斗宗 之间四个大境界 相当于平均一年提升四颗星的修为 此时距离硝烟突破斗地 还有五年时间 这么算下来 硝烟晋级斗地的时候 吴浩差不多达到八星斗宗 虎家五星斗宗实力 再看看林燕 柳晴和林修牙三身 早在硝烟来到中州一年之后 林燕就出现在风雷阁的雷山之上 与林修牙相差不了多少 最强大的应该是林修牙 已经在中州东区的青丁城 创建了一个宗派 在中州开宗立派至少需要斗宗级别 林修牙的实力 就算没有达到斗宗级别 但也应该是斗皇巅峰 此时距离硝烟突破斗地还剩十四年 一年时间 三人的修为就提升了至少十颗星 比起吴浩和虎家更为恐怖 林燕流行林修牙三人 找硝烟喝酒的时候 三人的修为应该已经达到了半盛层次 第五位 云运 很多小伙伴说云运最终的实力 就是八星斗宗 其实这是不对的 因为云运晋级八星斗宗的时候 硝烟才九星斗宗 距离成为斗地还剩七年时间 云运怎么可能一颗星不佳 云运从加马帝国去往中州之后 只用了一年时间 就从斗皇巅峰突破到斗宗级别 云运也是唯一一个依靠自身修为 突破斗宗之人 所以他的修炼天赋 至少与林修牙三人一个级别 这么算下来 七年时间前三年云运可以突破到半胜层次 剩下的四年 在天赋联盟丹塔的帮助下 晋级一星斗圣应该没有问题 第六位与第七位是小一仙和清灵 这两人一个拥有斗季大陆第一体制 另一个是斗季大陆第一童树 两人的修炼天赋都极强 早在硝烟吞噬金莲腰火的时候 小一仙与清灵就已经达到了高级半胜级别 不过后面修炼速度就慢了下来 小一仙再也找不到 能够让毒体再次进化的毒药 清灵也无法控制能够修炼到 斗圣级别的蛇族魔术强者 这两人的实力几乎停滞不强了 所以硝烟突破斗地之时 小一仙和两年后硝烟去寻找他一样 是二星斗圣修为 清灵与小一仙相差不多 应该也是二星斗圣 或者一星斗圣后期的实力 硝烟的最后一位朋友是雅飞 修行天赋在众多红颜之中 属于垫底的存在 硝烟斗王巅峰回归加玛帝国的时候 雅飞才刚刚晋级斗尸级别 硝烟是突破斗地之后 过了两年才去米特尔拍卖会寻找雅飞 此时的雅飞已经突破到斗皇修为 两年前修为应该直到斗王巅峰 最后总结一下 硝烟突破斗地之时 海波动二星斗尊实力 苏仙大长老五星斗尊 五号八星斗尊实力 虎价五星斗尊级别 六星灵修衙和灵燕都达到了半盛层次 云运一星斗射 小一星二星斗射 清零一星斗射 雅飞杜皇级别 好了 关于硝烟突破斗地之时 他的朋友都是什么实力的话题 到这里就讲完了 大家还知道硝烟的其他朋友是什么境界吗 请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大家的点赞与支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